Ling仔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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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Chiro 好了 沒跟大家出街了 其實香港會在中港城 搞一個日清杯麵的紀念館 還是應該叫做博物館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定義是甚麼 但最主要是它將會跟EVA合作做一些活動 大家應該在街邊看到很多不同 關於EVA的杯麵 老實說你也知道 我都不是EVA的粉絲 所以其實不是我看的 今天我叫了兩個人來看 他在這裡 我們同一時間碰到一個很煩的人 他有裝備而來的 你看他 我是初號機背色的 嘩 好像給面子一樣 中廣城的二樓就是那個場地 你看到現在所有的馬匹都準備好 正在等待入閘了 其實它不說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我基本上都已經猜到 一定是打卡位 還有souvenir位 它這個裡面有搬了一些東西過來 如果大家有去的話 即是在日本橫濱 就會有一個日清紀念館 那裡其實我很多年前就去拍過一次 但不是在YouTube生涯時期 那間就有些法績史 背面歷史之類的 如果大家有看這個花姐EVA遊 已經看到EVA去玩 不知道香港這個有沒有 好像夠了 時間了 出發了 在入門口當然是看到這幅 超大的日清杯面牆 但如果我印象中 我記得橫濱的幅是 比較大 不過這幅來說香港也算不錯 麻布他們說 新加坡這隻胡椒蟹 是特別好吃的 是完全不同味道的 不過我沒有試過 有機會去新加坡旅行的時候就試試 這個位置要幫日清清清 它這裡中間有這麼多空氣的位置 並不是偷工減料 我印象中是一些設計 而這個設計概念 對面就有一幅牆去解說 都是安藤伯福先生 從何時開始創立 如何做杯麵 這件事都說回 但好像看不到 中間偷空空氣 為了容易包裝 又不會那麼容易碎 我找到東西給你看 沒錯 其實這間餐廳 之前建設過大阪 以及環濱 環濱我已經去過一次 大阪我都未去過 找個機會去一下 當然最重要就是 杯麵的DIY製作地方 大家可以辦這個工作室 大約半小時 就可以做一個自己的合理道杯麵 本來我真的覺得 我玩了很多次 所以我打算不拍 打算不攪 但我看到你們玩得那麼開心 我又好像有點衝動 想買個杯 最後我還是剩下一個 我剩下一個超重料 我打算要走過的時候 叫它加重點 其實正常是不行的 我記得有一個份量 但我叫它全部都要Double 要很多牛肉粒 很多雞蛋 很多鞋子 很多蝦仁 很多粟米 很多雞粒 所以杯麵 這次的名字是 超重量 你看看 這個杯麵沒有製作 就是告訴大家 是重份量的 正常是配料選四樣的 但待會我決定 很多粟米 很多蝦仁 很多雞粒 很多蟹粒 很多牛肉粒 很多雞蛋 很多麥魚 很多豬肉粒 Nice 希望它不要拒絕我的要求 我們看看它怎樣裝進去 裝到它爆了 正 對不起我好煩 可不可以幫我 另外再加多很多配料 你是不是減肥了 它不行 但是它不可以 它不可以 它不可以 我現在的風筒已經沒有了 謝謝 雖然我的超重杯麵 被人拒絕了 但它現在都會幫我 放差不多的東西 也好 至少這個杯麵裡 不用有紅蘿蔔 我今晚都開心 謝謝 然後封上機就完成了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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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分了兩隻體驗館 剛才我們的畫公仔就是一隻 而這個其實是另一個 裡面有些炸爐 然後要自己搓麵粉 牙麵粉 再入瓶 所以如果大家要報名的話 大家記得分清楚了 我個人覺得這個好玩很多 不過這個就累一點 大家自己行動一下 這次建造中廣城的合味道紀念碗 最重要的當然不是那個DIY 而是我後面的這一塊 好啊 這次的活動其實是跟Ever合作的 所以會場這裡放了一隻 兩米高的Ever速度機 就這樣看好像很小 KC 過去吧 你過去吧 其實這隻很大隻 是等身高的 你想怎樣 中了的話可不可以給我 為什麼要問一下他們 我有地方買 我希望我有地方買 他們還未知什麼事 其實大家應該不知什麼事 其實就是合味道 搞了一個抽獎計劃 你只需要買合味道本面 20元 然後經WhatsApp 就交相關資料 就可以參加抽獎了 那抽獎有什麼禮物呢 我們又看看吧 首先四獎 是青仔和青妹 兩隻公仔一隻 大家可以無視它 三獎 名額有五個 Ever限定版智慧營一隻 跟Studio那隻有沒有一樣呢 Studio好像有一隻名鄉 我只看樣子就好像不一樣 然後二獎就是這個 Ever的電競椅一張 其實這張也挺漂亮的 應該很多人都是想中這張的 因為大張你們拿不到 大張沒有人搞到的 沒錯 頭掌者這個是一名 兩米高的Ever初奧機 就是現在看到的這隻 價值港幣12萬5千元 如果大家真的抽中了 不妨PM這傢伙 他會幫你收購的 12萬他給得起 哈哈哈 場內還有這些打卡位 你看到現在 馬虎也塞了自己進去 其實就是在裝飾杯面 凹一個人進去 除了剛才的等身高Ever 還有背面筒 當然不少得 還有一些紙板的打卡位 都是跟主角拍照的 如果大家喜歡Ever的話 應該都會想過來看看 不過也有一句 我對Ever沒感 我們當然要去看看 Soufferny的購物 嘩齁 這裡有很多東西買 雖然這個Vershaw 你看到很多東西買 但重點 重點 大家過來看看 一定是身後面的這個 Ever和合味道Crossover 出的禮盒裝 它其實有兩個版本 分別就是左邊 明日香的版本 以及右邊 零波麗的版本 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看一看 其實兩個禮盒裝 那個差別 就是中間那一部分 它一邊就是零波麗 一邊就是明日香 你看看自己喜歡哪一個東西 但我想正常人 都是你會買就買兩套 但以Ever的Crossover商品來說 這次這個合味道杯麵 真的我覺得是便宜的 因為它只是買了50元一個套 其實你圍到都是說 9元左右一個 其實真的不太貴 我們的精算Crossover說是8.3元 但其實如果現在 在外面買 我記得已經是炒价價了 這裡有限量選購 每人可以買到兩盒 所以如果大家要買的話 就盡快過來這裡買 但這次這個盒 一定是裝了Verso 那班人才可以過來玩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你想玩一個真正的整面 或者單純畫一個盒 那就算了 這些東西留下給你們自己選擇了 好 今天的影片就這麼多 想知道可以詳情在這裡 自己上Google看一看 旁邊這裡有一個地址 就自己過來看看 喜歡的記得訂閱和按讚 最後再說一句 記得如果大家買了一盒味道的話 要抽獎 中了的話 中了是告訴我 送給我 他會收購的 沒有 送給我 送給我 就是這樣 拜拜 Peace